来,虾条,爆米花,给大家做一锅,彩色的,彩色虾条爆米花,开火了,我都卖爆米花,卖好多年了,现在还有人不会做爆米花,太简单了呀,家里有个锅就能做呀,来,我今天再教你们仔细的,详细的做一个,开火啊,咱们开的是一个中火, 然后,开火呢,咱们不停的搅拌它就可以了,就像我这样操作就可以,一直的去搅拌它,不要停,也不要偷懒哦,大概搅拌个七七五十六下就可以了,什么时候盖盖子啊,当它爆开一溜的时候,咱们就可以盖上盖子了啊,那要做爆米花的时候,注意安全,一定要及时的盖盖,要不然容易崩到自己哦,啊,我的虾条开始膨胀了,看到了吗,哇塞,哎呀,膨胀了,膨胀了,爆米花一块好了, 来,爆开,看到了,就干啥干,这爆米花,别忘了要干啥,放锅啊,放锅也要均匀啊,不能偷懒哦,这爆米花大概两到三分钟,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,那说明火太小了,火不要太小,火太小的话,咱们就爆个圆,关火, 它爆开三分之二的时候,咱们就可以关火,然后用锅里的余温,把剩下这爆开的玉米粒充分的给它爆开就可以了,好,我们可以开盖子了,哇,好成功啊,非常的好吃,爆的非常成功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